买不起真车的他拖玩具车带安全看医生,往里一看让兽医非常感动。 人都是自私的,尤其在当自己贫困潦倒时,往往能养活自己就已经很满足,更别说是毛小孩们了,但是在一些贫民地区却似乎不是如此。 在南非开普敦贫民区布利基斯多普,当地有许多喜欢毛小孩的贫民,仍然愿意把自己爱分享给这些毛小孩们。 布利基斯多普本身就是一个很贫困的社区,这里环境不好,还有很多帮派和暴力猖獗,人们连自己都没办法养活,宠物更是吃不饱,是死是活全靠运气。 但是这里的居民却相当有爱心,仍然有许多人饲养毛小孩。 为了帮助这里的动物,六年前几名南非妇女创立了动宝组织罐头城,Tin Can Town。 每周日,志工们都会过来喂猫咪,狗狗提供免费医疗和救援服务。 最近的一个周日,有一名女子带着自家的狗狗来到了现场,志工Tarian Martin对她印象深刻,她家距离这里很远,为了让狗狗们得到最好的照顾,她还是赶过来,排队等了两个多小时。 她将自己的围巾绑在玩具车上,拉住车走。 那天天气非常的热,这位主人还贴心地用毛巾替狗妈妈遮阳,让志工看到相当感动,狗妈妈安静待在玩具车里,看起来很满足。 她就静静躺住,观察周围的环境。 后来志工们就开始例行行程,帮狗狗们检查身体和驱虫,接种疫苗等等,志工们看到狗狗的状况后说,他们的主人虽然不富裕,但是他们都被照顾得很好。 志工Karen还表示,这里的人经常用各种各样的容器装动物,带他们过来接受治疗。 如果住得远,人们就将狗狗装进箱子、盆子,把他们带过来。 在检查完毕后,那名贴心的主人又把狗狗放回了玩具车,然后将他们给拉了回家。 对于狗狗而言,除了物质享受外,主人的爱更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吧。